這是什麼來的? 我們的MG又在裝修 Hello 大家歡迎回來的頻道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裡是哪一道呢? 等一會等一會 好像說漏了些東西給大家聽 就是怎樣由我們的Conu Main Campus去這個MADCAM 大家去到香港大學站 之後就出這個A出口 有分A1和A2出口 搭升降機如果出A1出口 就是上到薄芙林道 而A2出口就是直接去香港大學 那我們就是A1出口出啦 走到出來就會見到有很多小巴站 再走遠一點就是一大堆巴士站 如果大家幸運的話 是有機會會撞到有校巴的 校巴除了價錢便宜之外 它會是去到沙酸道 大家走落一點就已經可以去到MADCAM 不過它的班次都比較疏 所以如果大家想夾時間 就一定要檢查它的Schedule 不過說不到校車都不要緊 因為這裡很多巴士都可以去到的 基本上只要途徑馬黎醫院的巴士都可以上 這張照片裡面寫的所有Number都可以搭 另外還有40和40M都可以 大家在馬黎醫院的站 之後就走上一條綠色的天橋過對面 有些人就會不選擇走天橋 而是走路面 下了車之後就直接過對面馬路 然後一直沿著車路走 這條路可能會快點 不過大家要小心點 下了天橋之後就來到我們這條很漫長的沙酸道 來到我們第一個checkpoint 就是這個香港賽馬會科學科研究大樓 雖然它不是我們會常常來上課的地方 但很偶爾都會用到它 所以如果大家要用它的話 就知道它在哪裡 再走下去就會見到我們第二個checkpoint 就是這個Pauline Chan Building 簡稱PCB 就是我們上clinical skills堂的地方 之後一路繼續走 就會看到我們的夢魂偉樓 現在立即帶大家進去看看 這裡就是我們丁丁大名的Mad Campus 然後大家可以看看後面這裡 就是一個kiosk 平日可以在這裡買咖啡 買蛋糕和飯 我們現在也買了兩個飯 然後這裡是有一部琴在這裡 如果大家想表演一下的話 就可以起到大獻伸手了 好 跟著我們 好 我們現在就進去lecture theater了 希望沒有人 是一個人 是一個人都沒有的 是我們早上課的地方 我們通常這課就是9點半 最多是可以連續三課 即是會上到12點半 讓我找回我這個 經常坐的位置 好像大概在這裡 通常那些lecturer就會在那裡講書 那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來回這個大堂 我們就會坐升降機 然後就可以上到這個learning commons office 和1887都可以去到 我們現在就去learning commons learning commons就是2樓 這裡就是我們很漂亮的learning commons 通常那些人會在那裡 聊一下project 溫一下書 那我們進去之前呢 就要先拍卡線 我沒有卡 那原來呢 因為現在是covid 所以這裡是不可以吃東西的 但我們也帶大家走一個圈 那這裡是要安靜一點 因為有人會在做事 那這裡呢 就是一些discussion room 大家是可以預約的 那就是這些很舒服的沙發 應該是有幾十萬個medic student 在那裡睡覺 包括我在內 然後呢 就讓大家看看這個海景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呢 那些玻璃現在變成這樣 而且今天的天氣都不是太好 不過有時候找一下書吧 然後看看外面綠色的樹木 看看海應該也是很舒服的 那我們繼續走 那不相差了 帶大家去這個Masso的房間 而且途經這裡呢 大家可以針水 還有很有趣地呢 它是有很先進的蒸氣焗爐 那Masso房間呢 就是這一條路 一直到尾 那如果大家要買任何Masso的產品 或者是拿WelfarePack 都可以走到這裡 現在有人在裡面 所以 這裡就是Masso房 我們走啦 走啦 那我們現在呢 就會走下去 這是一個神秘的通道 來的 那就可以下去一樓 一樓就是我們的tutorial rooms 也是我們很常用的 因為通常的PBL就會在那裡進行 還有如果我們是一群人去吃飯的話 通常都會預訂了tutorial room 我們也會在那裡看電影 看youtube 那些 所以是一個娛樂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就下去了 但是整個走廊都是tutorial rooms 還有這裡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應該是大家考MMI的時候用的房間 那基本上每間房間都是差不多一樣 其實平日外面是真的很漂亮很舒服的 不過今天就有少少雨了 我們出去 這個就真的是無敵大海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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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找個美人吃飯吧 整張桌子都很濕啊 怎麼辦呢 周圍都很濕啊 我們先進去吧 我們現在就hijack了一間tr room 那就吃飯了 雖然她那裡寫著不給你吃東西 但平日呢 都會一起在那裡吃飯的 所以 嗯 吃東西了 這是什麼 這是grilled chicken 這個是 日本的豬肉 我們現在就會打升降機 然後呢 就會上我們的7樓 就是我們的1887 如果大家不想吃外賣 那些的話 就可以去我們這個唯一一個的餐廳吃飯 都是看著一個很漂亮的海景 就是這樣 平日呢 就可以吃一下日本的食物 像toast那些的 所以是日式啊 西式的食物都有 我自己也吃過一次 那就覺得 好多 你覺得怎樣啊 大家試了就會知道的了 好啦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自己過來試一下吧 現在我們可以走樓梯的 走到兩層呢 就是五樓 那五樓呢 就有我們的office 那如果大家要來交東西啊 拿東西啊 那就可以來這裡了 之後帶大家去哪裡好呢 去lab block 就是我們會去做dissection 還有去上那些什麼bio camp practical那些地方 請大家跟我來這邊 這裡下面呢 就是圖書館外面的一個範圍來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室外這裡看書 溫書啊 聊天啊 吃飯啊 全部都可以在這裡 我不知道有什麼可以說 有什麼想分享一下 我每次上pbio之前 都會在這個fanpay garden 吃了那個早餐才進去 This is a secret 我從來都不知道的 那這裡呢 suppose都可以走樓梯下去了 不過我們待會呢 就會去完lab block之後 就可以坐升降機下去 那這裡呢 有我們的販賣機 有很多波仔啊 很多點心啊 那些的 不過我自己是沒有吃過 那所以 不知道好不好吃 想補充一下呢 這裡 都有一些小吃 這個就是我的locker了 不過呢 很快就不是我的locker了 因為我要玩鎖匙 所以 誰拿到這個locker 你平時會在locker裡面放些什麼 lapcoat 會放些粒粒粒粒的東西 還有如果上practicals 那些呢 你不可以帶著袋進去 就會來放下東西 然後就上課了 只會拿著iPad whitecoat 那些就可以直接上課 我們通常在這裡 就會上一些biocam的課 平時biocam會做什麼 就好像人家真的上camp 就會有些test tube 做一些很細微的experiment 那這裡呢 就是mdl1-3 應該是大家上practical 會追上來的地方 包括一些physiology ARVR 還有什麼呢 好像沒有了 只有這些practicals 有些人 有人 我叫這個大師傅 可以啊 Hello 我們在做一個youtube影片 剛剛那個是一個很好的老師 我們上anatomy的老師 然後基本上每一次anatok 我們那些老師就會到處走人去 然後你可以問他不同的問題 或者他會自己走過來 然後就幫你identify一些 你可能覺得很模糊的一些structure 是真的學到很多東西的 然後suppose在這裡 就是大家上完practical anatomy的糖 就可以把white coat放在這裡 然後學校就有這個 幫你洗衣服的服務 不過我自己也是沒有用過 如果大家想用的話 就要檢查一些時間表 作為一個曾經用過的人 我也覺得都做得不錯 洗完啦 拖了啦 接好給你的 最快有一次是好像前天洗完 等了一天就可以拿回 不過大家記得 一定要標籤你的white coat 不然就會混亂了 我們現在來到 Math學生最喜歡的地方 我們的anatomy lab 顧名思義 我們會有我們的大體老師 我們會在這裡學anatomy structures 這個就是一樓 平日除了可以搭碟 我們通常都會走樓梯上來 因為很近 也可以帶大家去逛逛 不過我們應該是不能進去的 對呀 平日呢 都不可以拍照 如果我們有什麼樣子 想記下 只可以用紙用筆 或者用腦袋 記緊它 跟其他lap不同 因為就是出於我們 對我們大體老師的尊重 沒錯 還有一種景樣 同時我們都要很珍惜 我們每一次學習的地方 在這個空間 我們就要拍卡進去 對呀 這裡很多很多東西都要拍卡 噢噢 是 有機會 因分明原因封了 這個是連拍卡都進不去的 所以不要緊 但是如果大家來上 Natomy Tong 就記得在這裡 對呀 希望可以 我們可以跟著人進去 過小子 但是如果你參加一下 可以參加KONU的MEDIC Summer Program 那就一定會有機會參加的 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次進來 這個Lap都是在Summer Program 第一次就看到那些優點 看到玻璃箱裡面 假如我們沒有收錢的關係 我們不會拍我們的Summer Program 我們這個是沒有收任何資助的 我們是自發性地拍這段片 大家可以自行上網尋找 除了剛剛我們可以叫外賣 可以上1887吃飯 另外呢 只有這個Subway 如果去溫習之前 想很快地吃東西 趕時間那些 就可以很快地在這裡買一個包 然後就去上課 現在呢 就會去圖書館 就是在這裡 我們的余鎮強醫學圖書館 我自己不是一個 經常會來圖書館問書的人 不過我也知道 我們有些同學都挺常來的 其實裡面也是挺安靜的 所以如果大家是 可能家裡比較吵一點 或者平日都想找到一個 可以專心的地方 就可以來這裡 其實我自己都多來 地圖書館的 接一下拉把 都是每個大學生 必做的事 更何快醫科生 裡面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一個叫做24 hour study room 可以等人24小時裡面溫的 圖書館平時就不是開24小時 大家的房間就在外面 所以你可以在裡面睡覺 溫思 看日出 看日落 這樣 這就是圖書館裡面的樣子 由於裡面真的太安靜 一顆聲音都沒有 我們都不敢在裡面說話 怕吵著別人 就這樣拍給大家看看吧 然後我也是那天才發現 原來我們的圖書館 是非常先進的 只要按一個按鈕 那些圖書櫃就會懂得自己動 省慰得力 又可以方便大家運輸 還有看一看才發現 原來這裡真的有很多很有趣的書 跟我們學的東西 都是非常有關聯的 不要以為圖書館只是溫書讀書 我們也有一個Fun Corner 就是一個放鬆的地方 讓大家和朋友玩一下Board Games 大家想輕鬆一下 有些空堂那些就可以和Fran一起來這裡玩 然後這些房間是要預訂的 應該是可以上樓上 然後上面也有一些可以溫暑的地方 上面有很多桌子 就是長桌子 一堆室幾個東西就可以暈到房間 上面也有更多的書 上面有很多中醫的書 還有很多 很多本草綱目 讓大家讀一下西醫 大家覺得中醫也很有益的時候 就可以上面尋找草藥的文件 這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 好適合 我還不知道原來有什麼 可能是這個 還要睡著20分鐘 這麼棒 很棒 很期待可以用到 有些獨立的位置 這就是他們的Library 我個人覺得也算做得很好 就是勞入結合的 你看到有Fran corner 很漂亮的讀書廠師都有 可以個人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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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顏色 智ぇ 還有1部 飛龍 全3部 顏色 呃 相选 这个是一个HIS系统的NUX 多少版? 二百多版 是一年的设计 然后这个就是半个 半个ERS H&NX的drugs 还没刷完 今天带大家游了我们这个MAD Campus 一个圈 在看的你会是稍后来入读 还是怎么样 不过希望可以给大家一点点资料 大家来到 就起码不会挡住路 以后在Campus 如果你知道我真的进来的话 看到Odell 或者看到我 记得过来说嗨 大家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就记得要like subscribe 和share 我们下条影片见 拜拜 拜拜 好 现在我们就进去 Cuture 我现在是一个准时上学的人 他很多课都准时到 几乎没有混合过任何课 是吗?我迟到过 但是你总是有回到的嘛 是迟到比没到好 对吧 好啊 小心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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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小心点一下 嗯 噢